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咦?阿妹你在看什麼? 看見國研習班 但你不是四眼XXX的粉絲來的嗎? 看完四眼XXX也看了泰博壓近 但你上個月沒有給見國研習班的月費 你今個月也給唐主、台洋和天奇 行了 現在給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myradio將會於五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 連續六晚舉行節目現場版 大家好,我是玉文 交了月費的朋友 報了名參加這個玉文採場現場版沒有? 我是四眼哥哥鄭敢滿 給了月費四眼XXX的你報了名沒有? 大家好,我是鄭崇泰 接下來五月二十四日晚 歡迎各位有交月費 記得就來臨我們這個 建國研習班的現場版節目 當晚我和鄭敢滿四眼哥哥 會一起同場做一個現場版的節目 我們希望一起去一個 四眼建國研習班一起玩一晚 我是盧斯達 交過月費給盧斯動眾的網友 記得報名了 各位小弟的陳雲 本土論壇的現場版終於出現 我、台長兩個就會和大家一起做節目 交了月費的朋友記得來參加 關我梁錦祥,神秘只是有Party 如果你想參加的話 就記住去myradio報名 前提只要你交月費就可以報名 到期時見 大家好,我是黃台仰 大家好,我是梁天琦 各位有交月費給吳國吳文的網友 報名了嗎 報名方法請參與myradio.hk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中樓期的Bescan 今天錄音室會比較鬆動 因為小租的Ellen在這裡 今集就一天不空 所以就沒有出席 但不要緊,也是小弟元少 以及我的拍檔 之前的拍檔 現在的嘉賓,阿天池在這裡 上節就是講關於四山那些事情 就找你來聊聊天 今集和下一集 都是有你出現的 都找你來聊聊天 今集說什麼呢 今集我們不是講一些景點 就是討論一下近期香港發生 譬如之前是黃金周五一的時候 又說沒什麼人來香港 我們就在那裡討論一大堆 今晚我們就會慢慢討論 在討論這一堆問題之前 我們也會再講另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今集是錄的 但因為剛剛節目我計算過那條數 出街的時候應該是二十幾號 就是二十幾號 二十四號的星期二 因為臨近月尾 繼續都是那句 支持中樓其合 支持我們這些節目的朋友 就可以交月費給我們 因為二十四號相距月尾 還是六、七日 要支持的 趁著時間快點支持我們 這些事情又不講那麼多了 我們講回正題了 今晚那個主題 就是復興香港的旅遊 就是要先要踢走強國 你說你會不會是一個其他國家 其實不是這樣說 我們是講 其實是要踢走強國的劣質旅客 因為剛才一開場白 小弟也有講過 近來都會看很多 你也有看電視 那些什麼五一黃金周 又什麼沒什麼遊客來 搞到那些人在金子經那裡 派一些煙袋 是非常搞不得霸 其實你派煙袋 都已經是歧視別人 你說人家吃煙食肚 到到處香港 烏梨碼炒 烏糟辣泰 最近也是看過一些什麼 好像港台的節目 不知道是星期六 還是星期那天是講的 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因為可能大家做戲會忙些些 就是說 最近那些沒什麼人來香港 就是又是在討論 好像我們這樣討論 不過他們那些 講來講去都是山腹屁的 我們都可能講來講去都是山腹屁的 都是那幾樣的 但是最主要都是歸咎的原因 就是他們那些主流傳媒 沒有說 就是他們就會經常說 因為現在香港會很亂 沒有什麼人來香港玩 大陸怕了你們 來到又不知道受到什麼殘酷對待 會不會被人打 說到很嚴重 說到很誇張 有什麼深深煎 有時候我也有一些微信 大陸的遠見朋友圈 都直接是 我都看過 他們來香港玩 鋪了一張照片 然後留一些status 來香港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打等等 我朋友就回答他 好像回答他都無謂 但是為什麼很多電視節目 或者是一些旅遊業務行家 經常會說 其實沒有了大陸客來香港 是不是會影響這麼大呢 你覺得是不是這麼大呢 當然不是啦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假象來的 現在我們經常聽到一些新聞 說沒有大陸人來香港 其實當然不是啦 講那些是靈團廢那些 那些人來香港是少了 其實現在最主要都是 大家要有一個很正確的觀念 就是要說 大陸客是一向都有來香港的 但是呢 就不是說現在是做那些 即是特價團 零段廢 來到入去珠寶 鎖你兩個小時 去金行又不知道鎖你一個小時 你買不夠東西就不放你出來 現在是沒有了那些 那些這樣的客人 來香港 我們俗稱那些叫劣客 那何謂劣客呢 第一你可以說去參加這些團的話 團費又非常之低劣 甚至會來 他們是頑劣的 你不知你來香港是被人禁的 你都要來 那你貪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會扣連到影響這麼大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現在的酒店業 旅遊巴士 或者很多香港很多的公司 他們是主要 即是在那些節目都會說過 他們只是做一件事的生意 就是做這個的國內人 只有一番 那沒有其他的了 沒有的了 沒有其他的了 所以你基本上如果是那間公司 第一 你是那個發展方向不是那麼完善的話 你只是靠大陸客 萬一現在阿爺生理水喉 又說什麼 不批你的簽證 又說少來香港 那些人又說抵絕香港 又說不來 那我們當然歡迎你不來 如果你是搞得香港很骯髒 那些 其實天池剛才會說一點就是 其實現在是 是盜絕了那些 或者不要說盜絕 是少了一些零團費的人來香港 但是自由行來香港的話 或者你來到香港 參加那些所謂的什麼純幻團 那些就是來真的觀光 購物是自己購物的 就不是去那些專有的金寶購物 其實就一直都有在 一直都有的 現在都還存在著的 只不過這些人就是沒有報道了 所以形成了我們香港經常說 我們沒有遊客來 影響我們那個酒店業 百貨業 其實就不是的 即是你見過那些節目 找幾個大喊十出來 對呀 現在那些人沒有來 影響很大 什麼什麼生意 有時間我們逐一逐一擊破 這些這樣的觀點 那些數字他們沒有公佈 我們身為旅遊從業員 前線的嘛 最前線你知道 我們最清楚 是吧 即是我本身就是做 都比較複雜些 什麼都做的 那 其實馬天爺 你都是 好老實 我們對著鏡頭也不怕說 你都是會做一些大陸客人 都有很多 怎麼會不做 但你覺得 這一兩年 是不是真的少很多呢 其實就不是的 一直都有的 只不過是剛剛 即是今年開始 即是說整個香港 其實澳門都有的 那你只說香港沒有遊客來 那是不對的 那澳門一樣是少遊客 是吧 其實我又覺得這樣說 你的國家或者你的地區 即是譬如說香港 沒有遊客來 第一 那可能是你的國家或者地區 本身有些問題 即是好像香港這樣說 那香港的問題是說 你比較創新的事情是很少的 那也是 即是你幾十年前 你玩的那些 我們之前都可能在這節目講過 你又是這些景點 幾十年之後 你又是這些景點 那你是 還有你現在你想的那幫人 基本上不是想的 最糟糕就是這樣 沒錯 即是你永遠都沒有 那些所謂的創新的事情出來 那你說 那你說到你們這麼厲害 我們豈不是很厲害 即是有些什麼創新 其實說你香港很多 譬如最簡單講一樣 那你前一陣子你看有些新聞或者報導 日本人都是很務命而來 你那些九龍寨城 以前又不是什麼 拍警察故事 拍很多那些九龍寨城 他們是欣賞你香港這些這樣的環境 是直接把整個九龍寨城 還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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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以來的本地的文化 本地的歷史 你將其中一些東西 譬如你說那個居住的寨城 或者將一些漁村 香港的發揚江大去 李小龍樂園 很多 其實這些大把東西都是可以搞的 很多 但是你現在就 總是很喜歡搞這樣的 就是好大氣功 大白象工程 你整些大型基建 整條這樣起來起來 都不知道幾年落成的 豬三角的大橋 是不是 那你搞什麼呢 現在在這裏 所以變成你現在 香港自己本土的那些 旅遊景點 其實存在了在這裏很久 只不過 很多人不懂得利用它 還有我們上次 你說什麼 李源門四山 其實我們拿著一本書 看回地方 很多地區出一些小冊子 介紹那個地區的歷史 或者有些口述歷史 這些都是很珍貴的 你這些又不會主動去派給一些 不要說是遊客 那些香港的居民 你都不會派給他們 基本上都 香港居民簡直都不知道 你何況是遊客 你投入感 投入感對香港已經是沒有那麼多 他只不過說 有一些外國的遊客 高質素那些 自由行來香港 基本上都已經搜集了我們香港 值得遊覽的地方 其實我們香港政府應該可以 看看我們這一班 自由行來香港的遊客 他們所玩的東西 看的東西 是在哪些地方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香港 以前殖民地 留下的街道 的名字 和一些地區 所有的 他們都是看這些 不是看現在的高樓大廈 那些什麼什麼的 那些美食 不是去玩樂園 那些樂園全世界都有 是不是 你見推廣的東西 是九不八的 就是 你見過那些 講過 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那些人才爲 有聽鐘樓其入 其實他有說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應該吸引多些 歐美客人 不是大陸客人 這些就是 媽媽的女人 其實你想想 天池 早二三十年前 還沒有開放大陸市場 還沒有這個 香港那時候幾輕旺 大家回憶一下 如果有些年長小小的朋友 就是年長小小 你年過四五十歲 你一定知道 多少日本遊客來香港 是吧 以前為什麼尖東這麼多夜總會 很多都是 不是說日本人特別色色 只是說很多都是招呼 這些日本的遊客 或者很多歐美遊客來聊生意 那你搞到你整個場都很旺 好像我們過往那些嘉賓來到 阿Frank那些 講的那些遊船 上船 以前傳聖時期 香港、維港八架的觀光船 坐滿了紅蘇六眼的 那時候哪有自由航行 哪有大陸 是吧 但是你現在為什麼 你不會再去搞 因為你的地方已經是舊了 是吧 退色東方之珠 你又不會 剛才你說 現在很多他們所謂的 有什麼廣告推廣 全部是那些 那些大野 你來看看龍舟 你來看看那些什麼 看什麼龍舟 經常說 其實街道道賞團 現在大台都有 你什麼星期二 街坊什麼 街坊什麼 街坊道賞團 你可以看街坊道賞團 之後 11點再聽鐘樓旗 現在人們都會變化很多 香港有很多旅遊的組織 其實都是會想出來的 很多東西都會 但是這些總是你始終都是 有了配件在那裏 只不過你們經常說要搞創新 搞那些高質素的東西 你都傻了 你現在灣仔的金字京附近 是做幾個那些 我不是說得罪一些辦畫家 很漂亮的那些漫畫 他有一些很Q版的漫畫公仔 他這樣又是當一個新旅遊貼 又說把灣仔打掃成一個 什麼動漫天地 灣仔動什麼漫天地 你是本身以前的歷史文化 那些動漫天地 你看遊客你懂不懂得 這些是本土文化 沒有人知道那些是本土文化 都不知道你哪個叫海虎 都是浪費的 你不要說他們 現在的香港人都不懂得 你何況那些外國的紅蘇綠眼來 好像我們是串連 剛才我們講完一大堆 我們是法格勞騷 即是說現在那些 基本上香港所謂的官 或者那些當權者 你經常說要復興香港旅遊 但你又不走一條正路 走走歪路 搞一些無謂的事情出來 剛才我們講的你又不搞 已經很有問題 你們最主要就是 你撿回我們香港的那些 旅遊業 那些流閘 我們要的是一些來香港 真真正正體驗香港 本土文化特色的一個旅行團 不是說你一來都說 瘋狂購物 還有不用錢來香港 有一大堆人來到香港 現在是壞這些 沒錯 就是壞這些 你又得罪說一句 沒有得罪 這些沒有得罪 我們比較客觀一點 事實 因為始終都叫做半個行家 我們都撿給一下面子 暫不中也要 直接不給面子 不用給面子 你撿得出 你其實都好笑 你五一那時候 五一那時候 你說那些契弟 什麼旅遊業 那些東主協會 你們那些既得利益者 然後你叫那些百多個導遊 你說五一只有那百多個導遊 你知道香港有幾千個導遊 如果我用回你們那些仆街邏輯 基本上是有幾千個人找到飯吃 只有百多個找不到吃 才去跟你在那裡示威 在那裡喊口號狗 不搭霸得穿了紅色衣服 但是你要記住 你這班 你不是在那天 你這班 那班所謂的導遊 第一就是 你全部是做大陸下的市場 死就是死那班 當然 但是其實你說 為什麼你這樣說 那班人是不是活該死 其實你另外一個層次 其實都是有少許活該死 剛才開場我們都會說 第一他們那些公司很多 即是香港有一些沾沙咀附近的人 全部只是做大陸PRC的市場 那他們所有的店舖 也是自己的老闆 他們老闆都是大陸人 很多都 住在香港 那些店舖買袋買手袋的 全部都是那班人開 旅遊巴 他可能買幾個牌回來 吸幾個大陸的巴士 又在香港做生意 那你現在 你一班大陸人開的旅行社 你那班阿爺大陸那班人 說你香港得罪他 然後又不讓這些人下來香港報團 其實你要記住 你們的敵人是大陸基本上 是他們打回來 第一 是他們搞亂了我們香港的旅遊 是他們搞亂香港的秩序 好像舉個例子 我前陣子就好像5月7日還是8日過澳門 其實澳門我不是經常去 我不是講澳門的景點 即是黃金洲那段時間 即是黃金洲那段時間 七八局人家放一星期 我再好像半年之前 我又去過澳門走過 我那次半年多 不知道久然去澳門 全部你去酒店那裏 乘搭那些發財車 排到水蛇春暗場 打了蛇餅 幾多大陸人 你去到澳門 基本上 你和去大陸沒有什麼分別 剛好過了那個5月7日 我又去大陸 嘩 我去威尼斯 那個Lobby 雖然都是有些大陸人在那裏 或者是有其他歐美人 東南亞人 但是真的少很多 那些就是真真正正的 在那裏消費的人 那場就覺得很舒服 再者呢 我去夜晚 即是吃那些什麼製作餐 平時又不是好像搶市那樣的 去到 你看到 禮拜六 5月7日 去到威尼斯那些製作餐 是沒有人跟你搶東西吃的 是吧 但是好可不可以 剛剛隔壁那台友團 大陸人在那裏 那又是十個八個 那些又是 即是那些文化 即是那些蝗蟲文化 真的 你去到哪裏 即是我講大陸你劣質那些人 你去到哪裏 你真是拍衰很多 很多大陸 你去台灣拍衰台灣 你去法國拍衰法國 你去香港拍衰香港 嘩 在澳門那些製作餐 隔壁在那裏 都叫到那些東西到處都是 在那裏喝酒 吵冤巴閉 嘩 整班酒的時候 都留下了那些余生壽司 一碟兩碟都放在那裏 即不是說是壞 這樣就說回那個 簡直是壞 說回那個亂見的事實出來 這個不僅僅在香港發生 很多國家都發生了這些往重的問題 然後第二天住那些酒店 又是沒有大陸人在那裏 OK的 舒舒服服 你真的可以每一個酒店的角落 你可以去看一下東西 你可以去逛街 不光顧都看一下 接著吃了一餐 嘩又是沒有那些大陸人在那裏 接著去澳門那些 自己搭的士去周圍走那些景點 因為我其實最主要都是 看那隻黃鴨 即2013年在香港為了那隻鴨仔 他剛剛游去澳門 他去澳門看看 又是沒有那些人在那裏 又是沒有那些綠客在那裏 整個帳篷 我剛才覺得 我跟朋友說是不是呆了 嘩為什麼 五月七到 什麼不是黃金洲 黃金洲附近那些假期 嘩為什麼沒有那些人 應該 旺過香港 其實你想想 原來是一個地方 即澳門是一個例子 因為我剛剛在澳門 是沒有了一堆低劣的綠客在那裏 其實是這麼舒服的 是吧 那你香港也是 很多時候 現在也好很多 原來是很舒服的 我們講完那些沒有了綠客的好處 還有那些旅行社的那些 就是一條龍服務 做大陸客 應該要檢討一下 又死了 第一你要檢討一下 然後到酒店 叫苦連天 即現在入住率低 其實較早前那些節目 我都會講過 因為你酒店本身的價 是海鮮價 是彌補得很厲害的 因為其實你酒店 你很率實是耳出之物 但你不要忘記 酒店業現在又說 即是旅遊寒冬期之後 又說這個什麼的酒店寒冬期 但你不要忘記 你酒店 譬如你有些朋友做酒店 或者經常都聽到那些人做酒店 他們年尾那塊糧 多兩個月糧 你知道酒店是拿多少個月糧嗎 各位 即是國境禍的時候 十五六個月糧 十四五六個月糧 就走不掉 現在剛剛 可能我有個朋友 我也扔他 他說 唉 今年真的不行 只有十三個月 我說你十三個月糧 你還在講這些 不是人的說話 我們做的旅遊社 商量有的 現在的公司 年頭年尾都沒有飯吃 這些是啟外話 有些社我們都做過 這些是小恩小惠 老土到窮到 中秋節一够月餅 大家中秋節快樂 不是一個人一够月餅嗎 沒有了很久 做旅遊的旅遊社 其實就是因為那個 薄利多消 很多旅遊社都是 第一都是說過 薄利多消 因為你旅遊社賺的錢 真的不多 例如我賺你一間房錢 可能真的一百元 五十元 現在我是說多了 現在是更低 那你不同 你做其他貿易公司 或者你買一粒鑽石 你公司的盈利都不止五十元 雖然我不懂 但是不要騙他 騙我 你不會真的 你買粒鑽石 只是賺五十元 那你都有個預算 有個盈利 你旅遊社的全部都是消費 我們的價錢 是多少錢拿回來 差不多 你抹高一點 你有些東西放出去 基本上 那你旅遊社的話 你只要一個這樣的資料市場的話 它一爆 你在香港你就玩完了 酒店業 剛才我所說 就是一來 價錢都抬到 酒店是低了 不是很高的 現在淡貴呢 我都沒試過 以前的酒店業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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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你五六月,袁先生幫幫忙,那個期不太好 我們每天都收到這些電話 當然那些都是打工仔的無辜 因為你之前是膨脹得太厲害 你賺盡得太厲害 現在你稍為這個時期,縮一縮,騰一騰 你那班人怎麼這麼吵 旅遊巴那些都拍在那裡 你現在都拍在那裡,你全部做大陸團 你嘗試現在,你每一個城市旅遊來香港 都有一個淡忘季之分 你五月六月這些,五月來 你不就旺了印尼、印度團,放假那些 你租車出去,你懂得做生意 你租車出去給行家,你都找到 不要說賺錢,起碼巴士不會放在那裡 你放在那裡是因為你全部做了這些大陸市場 你老闆,你老闆 你老闆,你老闆 你老闆,你都說現在很多時候 包括大陸市場,我們現在說優質的客人 很多時候吸納的客戶都不同了 現在是不是已經 當然了 所以現在來香港那些 就不會跟那些這麼劣質的旅行團 那些什麼零團費 那些 現在有一些來就已經是高級一點 還有尊重香港的本土民族 因為我見你是找你去行山那些 看香港地道的東西 就不是說我去山頂、淺水灣、金紫荊那些 香港有沒有一些舊的東西 還有一些生態的東西 所以這些就是正正我們香港 還有很多這些資源在那裡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發掘這些呢 好像現在我們就在香港島 我們早前都說過一個叫做呂黃城 戒石之旅 政府山道上 你現在我們自己本土都有做這些 電車旅行的道上 為什麼我們不做這個電車旅遊的道上 早前我還聽到有些人說 我們香港道路不夠 這條電車很阻擋 還說要廢了它 這個廢了就等於這個皇后碼頭 廢了皇后碼頭影響多大 現在又說要再建一個皇后碼頭 你現在再建一個皇后碼頭 你沒有意思 你就算是原件 這樣再建出來 你的歷史價值 你現在的歷史價值就是 你現在還有一個爛車在那裡 那輛車就是因為這個爛車 就是我們香港自己本土製造出來的 再看我們那些歷史舊圖片 你將這個歷史舊圖片 復原回這一部爛車 不要搞這麼新的 搞回去我們香港 當年二三十年代的電車年代 它有一輛很漂亮的 那輛如果你包裝一下 再推廣一下 我們香港女王城 這一條購物大道 由西環一路去到尖沙咀 以及沙幾灣 由東去到西 這條路線一個小時就很多 沿途看完我們香港的歷史發展 所以為什麼 這條路線 黃金路線 你還有沿途 你還想說 看看什麼特色的東西 我可以站站下去 你看現在還有一些巴士團 那些雙層巴士那些 一樣是在做這件事 但是那裡是錄音廣播 每位收幾十元 二十四小時有效 那輛車上落 阿天治剛剛 我們這一集就不是介紹什麼行程 不過一個舉例 就是說 其中阿天治剛才說 我們曾經說過什麼 維多利亞城 呂王城 那一大已經發展一些 深度少少的旅遊景點出來 所以 就話聲給那些 如果不是那麼透徹 知道旅遊業的朋友知道 其實香港的旅遊業 沒有了一班低劣的大陸客 是完全沒有問題 亦都是正正告訴我們 我只是帶過這些團 那些客人告訴我們 我們是不要那些所謂shopping團 大陸都有很多好人 他主動跟我們說 喂 我們要去看一些生態的東西 看完生態的東西 我們要吃香港地道的東西 簡單這樣說 你將香港所有那些 地道是值得尊重保留的文化 推出去給全世界 再好像我們江中耀祖 復健二三十年代那種 吸引多些歐美遊客 很多杜拜中東 非洲 大陸的高質素也來香港 香港旅遊業 是否繼續做 那些大陸高質素的旅遊團 你不用跟他們宣傳 不需要付那麼多錢 那些無謂高官去宣傳 現在我們只是說那個方向 因為那些狗官不會幫我們 基本上 他只會花錢而已 因為時間夠了 多謝Tinty就上來 今集就發言說風 發勞騷 講回我們對現在所謂的旅遊業 是否沒有大陸卡 這樣有問題 是一個很簡單的見解 內容我們不會講得太詳細 因為時間只有半小時 不是太久 日久的節目 慢慢有機會 我們會重新探討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